魔法列车Do Me Me 2 约续当孩子王 改变世界从小做起,或文化不补助的儿童节目《魔法列车Do Me Me》将迈向第二季,在第一季中由Nulu,黄鹿紫音,搭档剑上人老师与三只青蛙玩偶。 其主持,在第二季则患由宝博士格如君与他联手,宝博士格如君是台湾第一位就读起点大学的人,他现为台北科技大学互动设计系专任助理教授,台湾大学资讯工程学博士,日本庆英大学媒体设计博士后研究员。 而节目的特色也由介绍台湾歌谣为主而改为结合各学校特色,介绍于天文、环保议题、水资源、能源危机等不同议题,探索未来十年世界最值得关切且孩子有兴趣的议题。 节目将从十分之三起每周六,日下午五点播出,全球华人影音平台Vito及爱奇艺台湾战会于周六,日下午五点三十分推出。 主持小天后Lulu,黄璐紫音,也因主持魔法列车DUVNI让她入围第五十二届金钟奖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。 而极有主持者节目Lulu,黄璐紫音,也真成了孩子王,但经过量纪与小学生们合作,她有感而发地表示现在小孩今分昔比,这次在主持魔法列车DUVNI后发现现在小孩完全不像自己以前愣头愣脑,他们懂得世界一体,有自己想法又会主动提出。 提问,还会做机器人,她笑说,现在做儿童节目好难,如果不多准备资料或学习,就会被他们看透。 而这次拍摄AR、VR都运用在节目中,由于上次入围金钟,这次她也现实淡淡地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再次入围并且要得奖,她甚至发狂于表示,如果未能地讲,我Lulu倒过来写。 见到现在小孩这么有主见,被问到可感生小孩,Lulu,黄入紫音,说玩别人小孩不需要耐心,但由于妈妈做保姆工作,让她从中也学习到不少,懂得如何哄小孩,带小孩,不过唯一怕的就是生产过程, 光想到痛就会让她却步。 而何时会是当妈妈的最佳时间?Lulu,黄入紫音,说目前是没时间,因为要生小孩就要停工,更表示现在可以动卵,而且依美这么进步,晚生小孩一样可以和小孩当姊妹。 而她与阿达这段感情并未因恋情公开而影响到感的发展,由于两人工作都忙,她倒是很enjoy小别圣星昆的感觉,因为会更珍惜见面的时刻,不过每每两人有争执时都是阿达先道歉。 Lulu,黄入紫音,理由则是我不爱说对不起。